我不该又瞒着你 那个人他没死 现在家里的这个 不是冬长 你终于说出来了 大夫人 你 你难道早就知道了吗 我只是不敢确定 应该说 我不愿意确定 你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 觉得不对的呢 你想想 这文档 他能够跟楚楚断得一干二净 我怎么会相信呢 我只是想着 他一次两次地在我面前做戏 等事情过了之后 他还是会找楚楚的 可是 局生大婚的那天 楚楚跑到我们家 吵着任儿子 这文档 他竟然吓得了手打他 这一巴掌打下去 可是情断一绝呀 这我就想不通了 他肯放弃楚楚 给他买官这条门路 回心转意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 我就越发觉得 这文档有很多地方不对呀 尽管文档的改变 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可是这个改变也未免太快了吧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放弃了他认定的东西 这还是文档吗 还好 在其他人的面前 他尚未露出兵线的破绽 他很小心 他也很聪明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你死的铁军志 什么时候又怎么做到 生不知鬼不觉地 替代了东家的呢 你还记得我大寿的那一天吗 楚楚从那个魔术师的箱子里 变出来了 后来文达 不是又进到那个箱子里了吗 我让名声 带我去了那个变魔术的地方 见到了魔术师 给了他些银子 他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原来是这样 老夫人明察秋毫 阿北真是聪贵 可是 文达他在哪儿 他还活着吗 他不肯说我 可我觉得东家肯定还活着 我没有告诉您 乃是自所主张跟踪铁军 想找到东家 所以才在山里迷了路 后来才 我知道你忠心啊 可是 你也要保证自己呀 不能为了对付他 就伤了自己呀 要量力而行 这些天 你好好养着 别太操劳了 是 可您打算怎么办 是继续如他在家里还是 你 贺家不能没有东家 娘 找我什么事啊 你还记得 从前我们看过一个棋局吗 是你给我解开的 来 这个棋局你帮我解解 这么晚了 还解什么棋局呀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睡不着啊 时间太长 我怕我记不起来了 慢慢想 想到了吗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但这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棋局 你到底要骗我骗到什么时候 我骗您干什么 我就是太久没下棋了 完全想不起来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想说什么 你不是闻达 我怎么不是闻达 你当然不是 那我不是闻达 我是谁呢 难道有第二个闻达不成 如果真的有第二个闻达 你叫他出来见我 闻达不会连不服规则乱摆的棋阵 都看不出来 怪不得 怪不得 原来这个棋阵 身强故意摆放的 我说嘛 以我的棋迹 怎么可能解不破呢 闻达根本不会下围棋 你 你把闻达藏到哪里去了 这是问我吗 当然 我也有一个问题问你 您敢回答吗 你要问我什么 虽然我是一个被抢走的孩子 但我曾经也存在过 为什么父母里 没有我的名字 我看了 娘 为什么你生了我 却又把我抹去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一个事实 你是我心里最大的疑问 只有您能给我答案 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我只为贺家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贺文达 你代替文达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要钱吗 还是 要享受荣华富贵 是 你要怎么样才能把文达放回来 你开条件吧 只要我贺家能够负得起你 没用 你可以不承认我 可你不能这样说话 但是你伤害不到我 我的成熟灵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别忘了 我是在哪儿长大的 我现在要重新拿回 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这里所有的一切 本不该属于你 你不属于何家 你不应该来这里 你随便怎么说 不管怎样 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 我是东家 我会好好替你守住家业 我当你儿子 一定让娘娘买乖 放心 云农 这可拿着 你慢慢看 这是天哪 夫人 芸笼 有个想法想跟夫人说 你说吧 最近 光顾我们除淡庄的客人 越来越多了 我想如果我们有新不养新品的话 我们可以主动请一些老客户先来鉴赏 然后再给他们一些实惠的价钱 让他们心动 这样呢一来可以让我们知道 客人对新品的反应 二来呢是让新客人知道 如果他们也想拥有实惠价钱的话 就必须成为我们的老客户 这个想法是谁告诉你的 是我自己胡乱想的 现在光谱院就有这么多家锄缎庄 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好 才能保住我们在行内的地位 挺好的 就照你想的去做吧 老夫人 你怎么 你还好啊 我不是让你歇着吗 你怎么就起来了呢 阿白身上已经大好了 放心不下 老夫人 可以来看看 来 给裴婆倒水 这 这怎么敢当啊 快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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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我还是站着吧 你下去吧 是 让你坐着就坐着 你现在身子还虚呢 坐着吧 坐呀 这么些年了 我能说说话的 也只有你了 你说 居生姐嫁过去过得怎么样 也不知道那个林祖刚对她好不好 女人的命就是由不得自己的 在家从父 出嫁从父 想要一个家 就得依靠男人 万一所托非人 这一辈子都毁了 你看夫人 对东家多好 辛辛苦苦 守着这个家 可东家呢 一点都不领情 处处在伤害夫人 不过你还好 夫人把你教得好 你以后肯定会是个好丈夫 是吗 说呀 你真的相信 我会是个好丈夫吗 雨农 这个小玉寇 你不是喜欢吗 我把它送给你吧 我不要 我不要 为什么 你曾经送给别人的 我不能要 小时候 我把这个小玉寇送给了居生姐 那个时候 我还不懂 爱是什么 不过现在 我心里很清楚 爱情 亲情 是不一样的 你 也是不一样的 偶尔 少爷 你来了 明生 阿培啊 我觉得 他都准备好了 我又不能说的秘密在他手里了 我看文达 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不会吧 不用回避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想办法 逼我交权 那 贺家就大权碰落了 就算他把权力夺走 就算是文达再也不回来 我不还有一个孙子吗 可是 奶奶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不是和润生约好 去看团练的吗 润生没时间 我哪请得动他 这 润生这小子惹少爷生气了 没有 他有说得不好做得不对的地方 少爷您告诉我 我不会饶他 好孩子 说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本来说好了 是和润生一起去团练的 等了半天没见着他 我就去找他 他 他正忙着跟雨农说话呢 我就回来了 润 润生这小子 等他回来我教训他 对 这怎么能怪润生呢 他不过是和雨农聊聊天 迟了点而已啊 他们手都欠了 都管我 没有管好润生这小子 怎么能怪你呢 孩子们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当年宝琴跟文达 还不是背着我没来眼去 私定终身了吗 现在轮到下一代了 坐下 喝点茶吧 这个月绸团庄有两个大单子 所以生意比上个月还要好 宝琴啊 这么多年 你管账我放心 以后啊 用不着月月来跟我报账 要没什么要紧事 这账目你心里有数就好 来 坐吧 宝琴啊 这一阵子我心里还真有一件事 明生的年纪也该成家了 娶了媳妇有人处处管着她 你我不就放心了吗 您说得对 我也正有此意 文达呢 就让她继续跟我对着干 只要明生这孩子听话又出息 咱们贺家就不怕没有接班人 娘 文达已经改变很多了 再给她些时间 她一定会让娘满意的 到时候 明生也长大了 父子同心 相信贺家会更好的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这明生的事 你心里是不是有媳妇的人选了呢 是啊 娘 要想成为贺家未来的女主人 不仅要持家有道能干 而且品性又要贤良淑德 我想 宇农是最好的人选了 没错 我也看宇农何言 当初啊 我让宇农帮你做事啊 就是想有心栽培她 这明生啊 骨子里就是个不安分的孩子 向他爹 这宇农呢 外表文弱 绕纸柔能压千斤 正是制住他的料 只是还有一个小子 也惦记着宇农呢 他们朝夕相处 只怕暗地钟情也说不定哪 我明白 但是 润生一定会让着鸣生的 毕竟 鸣生是贺家的少爷 润生也懂事 他会懂得自己的身份的 要是宇农恰恰看上的 是润生呢 君 dei 我也eau 冻姐 云农 胡姐 了 名声不小了 也该给他张了婚事 你再听我 冬家 听着呢 名声怎么了 名声的婚事 是到了该提亲的时候 行 一定的 夫人来了 夫人 养残室的房领漏雨 我已经找工人修好了 听了您的话 在桑叶上多加了一些芭蕉叶 果然残室爱之 现在钱比以前厚了 产量也比以前大了 工人们都忙不过来了 名声少爷 和瑞生都过来帮忙了 雨农啊 这些年多亏你帮我打理上下 我真的想把你永远留在身边 雨农打小无情无故的 客家把我买回来 无论是老奶奶还是夫人您 从来都没有打麻过一句 客家对雨农的恩情 雨农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还不清了 那夫人要是对你有所求 你会推辞吗 当然不会了 妈 坐 你觉得名声怎么样 名声啊 他人挺聪明的 也很善良 也很善良 那润生呢 润生 他对所有人都好 大家都挺喜欢他的 那你对名声和润生的爱 有区别吗 你也不希望伤害他们任何一个 对吗 那是感情的事总要选择的 你选择了谁 就代表会伤害了另外一个 我知道 这很难为你 夫人 他们两个 我都不想伤害 对 润生从小就独立能干 没有你的支持 我也不担心他 可是名声不一样 名声肩上担子很重 没有你的照顾 他的路会很艰难的 而且 我也不希望名声和润生 因为你而决裂 所以雨农 你得帮帮我 夫人 我 我 作为长辈 我要公平 我不会强求您 你跟谁有缘分 就让上天来安排吧 我把名声和润生的名字 写在了纸上 你选择谁 另一个 就要从你的心中退去 永远变成兄妹之爱 希望你 专心地对待一个人 希望你不要背叛 我 上天对你的支持 上天对你的支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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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爷爷 今天发工姐了 任神啊 别太节省了啊 大头呢 爷爷帮你管着 是吧 那些小钱和朋友出去玩玩耍耍的 总是需要的 谢谢爷爷 爷爷 宝娘和少爷都对我这么好 平时用不到钱的 任神啊 床上的那件新马甲是给你的啊 爷爷 这个 这是宝娘给我新做的吧 夫人特意给你和少爷一人做了一件哪 任神啊 做爷爷的孩子让你生起来就是下人 你委屈吗 爷爷 你说什么呢 宝娘带我和少爷一样 我怎么会委屈呢 虽然自小明生少爷有的东西 你都有一分 可是独一无二的东西 你就不能强求了 虽然贺家 带胆耿直 可自己的心里要清楚 什么是本分 爷爷知道你存钱是为了谁 可是像芋农这么好的姑娘 能嫁进贺家怕是再好不过了 你也知道少爷的心意了 芋农终归得是贺家的人 爷爷 宝娘打小 对我像亲儿子一样 我想 她一定会公正的 我从小就没了娘 如果我娘还在的话 她也一定会喜欢羽农的 好孩子 明生少爷要娶亲了 老夫人已经给她调日子了 真的 爷爷 那 新娘子是哪家的姑娘啊 丁香啊 少爷的饭我去送 瑞叔那饭 你替我送一下吧 婚生饭不都一直是你在送吗 少爷现在人在骚私场 路程比较远 一会儿饭菜该凉了 为什么不给我送饭了 我去给少爷送饭 免得饿坏了他 你们的婚事 我都知道了 好 黄昏的时候 我在小河边等你 我不会去了 你如果不去 我就一直等 日少 你别这样 我不会去的 从此以后 那之前呢 之前呢 之前是什么 是不是 我不是少爷 我只是个下人 日少 你别这样做见自己 你我都是贺家的下人 杜窃贺家的恩情 我奴你的心 可我不能纵持 因为伤害了贺家 我会有负罪感 我想你也是这样的 我也不舔的 还会有哪个严导 是喔 天然 我不是有什么 我不是有这样 我只是想你 再来 来 贺家少爷 今儿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娘 累死了 累了就回去休息吧 这可不行 所谓成家立业嘛 我马上就要成家了 所以要赶紧立业才行 说得挺好听的 你能做得到吗 可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知道吗 放心了你啊 你啊 娘 你老是不相信我 夫人 少爷 我给你送饭来了 雨露 你来了 你们两个先吃吧 我去那边看看 我去那边 雨露 我们俩的事 娘跟你说了吗 给 对 玉弄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像我爹对我娘那样对你 吃吧 来 快吃 旺财嫂 都有什么新鲜菜呀 都是新鲜的 你随便挑 听说你最近在找帮手 是啊 骚子厂和桑园最近添了很多的人手 这人多了 吃饭也就多了 厨房里就瞒不过来了 那人找到了吗 没有 现在踏实干货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按你说 贺家可不是一般的大户 出售了大方 普通老百姓 挤破脑袋都是想在里头谋过差事 当然得好好挑了 冬至婶 你看 我有个远房亲戚 她一直想找个活干 她手脚很利索的 你看能不能帮帮忙 冬至婶 你一句话的事 这 这 这 你想想啊 帮帮忙 好说 好说 那你把她带过来 我先借借她 行 行 行 你等 她在里边帮我搬菜呢 我去叫她 好 冬至婶 就是她 这就是冬至婶 冬至婶 叫什么名字啊 他们都叫我春嫂 看样还倒是能干活的人 不过我把话先说到前面 在贺家工厂做小工啊 工钱可能不少 我不一定能把你介绍过去 顶多安排你在后厨打打下手 可是在厨房的钱可不多 钱多钱少的没关系 冬至婶 我们家也有个孩子在外面做工 赚的钱已经够我们生活了 我就是在家闲着没事 所以想在外面找个活计 那好 看在旺财嫂的份上 我就收了你 是 太好了 老老贺家 可得好好做事啊 我知道 谢谢冬至婶 来来来 来 发射 发射 这 帮我们那么多忙 那好 我们就走了啊 去吧 去吧 你快乐 来 回来啦 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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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快 把这儿送到厨房去 她是 她是新来的厨娘 以后你叫她春嫂就好 春嫂 她叫来福 来福 以后厨房细碎的粗活儿 就给她吧 春嫂好 来福好 春嫂可比冬至婶好看多了 去 干活儿去 来福 冬至婶 你是不是带我四处走走啊 省得我老眼红花的 去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 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 行 那我带你四处走走 咱们这院子大着呢 那边呢是厨房 以后啊咱们就在那里赶活儿 那边有间空门的下人房 回头我让人给你收拾一下 你可以住下 对了 你要是没有衣服穿就穿我的 咱们家产丝绸 最不缺的就是衣服儿 那边是账房 除了送饭 其他时间不要过去 这贺家 尽尽出出的货物 数都数不清 流水的银子啊 更是不羁其数 夫人呢平时是在那里打点生意 咱们不要过去吵她 我知道了 那 那边是什么 那边是书房 东家就在那里做事 那里不能进去 为什么 那边是老奶奶的睡房 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 一来呢 老奶奶年纪大了怕吵 二来呢 贺家贵州的物件 都放在那里头 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随便接近的 我明白了 对了 现在快开饭了 走吧 先干活去 好 贺家搭着呢 还有骚骚厂和桑苗 你期待有点日子 没吃气呢 董知婶 这位公子气度不凡 是贺家少爷吗 他可不是少爷 不过呢 他从小和少爷一起长大 夫人带他像亲儿子一般对待 真是好福气啊 那他爹娘呢 这孩子刚生下来 父母都死了 一直由他爷爷陪伯带大 不过在贺家大大小小的生意 都是他在打理 工厂那边 他也是一把好手呢 他也是一把好手呢 臣嫂 快走啊 来了 莲总监 莲总监 玲生哥 这是下个月的担子 明升少女出去没回来 刷刷厂那边等不到担子呢 你看看 能按这个租后 这个 你问语弓吧 诶 语弓姐 你给打个周围吧 还是问任生吧 以前送货的事情 都是她在管的 这 还是您订吧 以后所有的事情 都由您和民生少爷来订吧 民生杯 给 谢谢 丁香 把做好的饭菜 给老太太送我去了 小心点 好 淳嫂 你干什么呀 我给老太太送饭去 你还是留在厨房吧 伺候老太太吃饭 是丫鬟们的事 突然进去一个陌生的面孔 老太太见了 还得问东问西的 会影响老太太吃饭 行行行 闻他 你可回来了 二叔啊 这么晚来找我 当然找你就得晚点嘛 有些地方越晚去越好 走 陪二叔去风月楼玩玩 你也好长时间没去过了吧 走走走 不去 二叔你什么记性啊 那楚楚一闹再闹 实在太过分了 我已经跟他断了 就彻底点 你又来找我 又没有非让你去找楚楚 我让你陪我玩玩嘛 走走走 那您自己去吧 你不是文达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是我大侄子 赫文达 那我是谁 反正你不是我认识的文达了 越来越不像从前的文达了 你不认识的文达了 二叔生气了 不就是风月楼吗 去吧 把话说清楚 你还是不是 赫文达 怎么说变就变了 我告诉你 我就是我 去吧 今天晚上我让楚楚 给你叫一个百里挑衣的货色 我请 这还差不多 通知婶 放这儿吧 你来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的碗放得太靠边了 砸了我的脚了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你的脚现在没事吧 可疼了 宗志婶 要不这样 我扶她回去休息一会儿 你的碗我来刷吧 行 你们先走吧 来 慢点啊 慢点 那两位爷慢慢玩啊 你自己喝吧 小丹 快快快 放进 放进了 你看谁来了 赶快告诉楚楚 你来干什么 你害得我们楚哥 酷了几天几夜 眼泪都哭干了 你现在还有脸来啊 行了行了 你别跟着起哄了 你赶快告诉楚楚 该骂 该罚 让她来 我跟你说 一会儿见了楚楚 说几句好听的认个错误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吗 将来当官的事还扯他呢 行了行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